等一会儿 不能再买进了 现在显然是一家大机构 她在出货 而且出得很坚决 刘总 您太太的汉江证券 她们手上也有点股份 会不会是 我打个电话 正好问吧 才卖掉两百万股 还有八百万没有出 毕丁 我正好给你打电话呢 希望司空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一直在涨停 是不是你们在拉高出货呀 没有啊 我怎么会出货呢 我一直都在进呢 我还担心你们出货呢 没有啊 那就好 这个时候啊 千万不要自乱阵脚 你知道吗 毕丁 就我们那点股份 就算出了也无碍大局啊 我那也不能出啊 一定要买进一些 大家一起来托盘嘛 好 至于上午啊 消耗了我们两亿两千万资金 还好啊 咱们最终封住了这个涨停 下午啊 应该不会再有抛盘的了 也不敢说没有抛盘 关键是不知道那家机构啊 手头上到底还有多少货啊 没关系 只要咱们能守住今天 明后两天 北极那三个亿 就要到场了 大家中午好好放松一下 我给大家加仓了 去 吃饭去吧 好 谢谢周总 谢谢周总 什么好事啊 惊喜啊 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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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总 找我啊 看报了吗 看报 那你又琢磨啥了 按协议规定 那三个亿要换回不清远了吧 我已经安排财务了 是有什么变化吗 这钱瓶专门提醒我 我想来想去 你心里又不踏实 那你要不踏实 咱们就找个借口 拖延不给这笔定金 不违约吗 再说 这难得的历史际遇 上哪儿找去 那就屡约 我这两天就把钱打出去 反正听你的 你啥都听我的 我要你这常务副总经理 干什么用呢 你以后你就去 你去工会管员工体能吧 你就 我体能不好 其实钱瓶提醒的也没有错 要是没有这个 没关系文章还好 你说现在文章出来了 咱们也看到了 继续冒险 将来集团非干掉咱来不可呀 你放心吧 要干掉也是干掉我 不会干掉你的 干掉你我心疼了 能不能别那么恶心 不是那三个亿定金 不是下周一才交的吗 石清东 让明天上午就画 你答应了 但是咱下周一画 勿违约 那就下周一再说吧 不过原则上 这笔钱一定要画的 这个机遇不能丢 对 我也这么想的 你也这么想的 不是你脑子跟我脑子串联了 我怎么想你怎么想 你跟屁虫了你啊 我真这么想的 管体能去管体能去 管体能不好 这是历史性的机遇 必须得抓住 真是我想的 周总 喂 周总 来检查工作了 你就在楼下 好嘞 好嘞 我知道了 你看 那集团把我们给盯上了 你们去接待吧 我回避去 好嘞 好嘞 秦总 我们股票组合中的 希望字幕出清了 全部吗 对 全部 好 接下来把跟所有 从远系有关的股票 全部出清 什么 君子不立为强之下 是 秦总 我查清楚了 炮盘来自于汉江新托的委托席位 你 这个秦老大呀 每次大吵风暴来临之前 他就会第一个上岸 汉江证券那边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放心吧 我老婆在那儿守着呢 来 这样的关系了 周总 怎么 怎么办 这怎么 怎么推 怎么推 周总 周总 您怎么来了 欢迎 沈亨平呢 故意不来见我是吧 没有 对啊 这不是巧了吗 今天啊 刚好有一批新员工 进场培训 正在入职简化 这是我们炒老传统 怎么可能会 故意不来见您呢 不能够 这个传统好啊 您要保持啊 那当然了 来来 里面请 你可早说一声嘛 对啊 我们早早点下来等您啊 同志们 北极欢迎你们 大家现在站在的这个地方 就是我省近现代工业文明 发起的地方 一百零七年前 刘德博士马彼得先生 以官都商办的形式 在这里创办了一所学校 和一间工厂 学校就是 汉江机器学堂 工厂呢 就是汉江机器制造厂 周总 怎么突然想起来 视察指导了 怎么 不欢迎 欢迎 热烈欢迎 真的 就是 孙总说了 欢迎领导前来视察 来了解了解情况也好嘛 对 我不用来 也了解你们这儿什么情况 现在通信技术已经很发达了 是 对 发动机啊 就像人的心脏一样 心脏强大了 才会有力量 对 我听说苏星你在练拳击是吧 听谁说的 孙文明说的 小雁还想跟我比划比划 这比划孙总可没说 没说吗 你真没说 实话告诉你们吧 我和孙总是同一个拳击教练 教练对我的评价是什么 勤学苦练 后来居上 反应快 抗击打能力强 抗击打能力 扛揍呗 我们孙总也勤学苦练 刚才刚打完 刚练完特别猛 一顿组合啊 真的吗 没情况 特猛 你吓我 吓我 那田总逗你呢 开玩笑的 好 这玩笑不好笑 我请大家牢记住 马彼得先生的孝训和场训 强无国驱动之力 是什么意思 就是为我们国家 提供强劲的动力 大家都要成为北极的议员 那身上就多了一份责任 就是把我们大北极的精彩 呈现在世界面前 不争第一 就是在混 然后我们来自ki 千年大附上Com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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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后面 压住 周总 搞侦查呢 怎么了 不让吗 看我侦查 发现你们的阴谋诡计吗 看你说的 哪有什么阴谋诡计 周总 集团不能那么疑神疑鬼啊 就是啊 就是啥啊 孙总 今天咋回事 我都到这儿了 就是带着新员工跑步 他都不来见我 他怎么回事 一 二 四 四 可千万别误会啊 我们孙总一直是这样的 以身作则 这 他特别重视员工的体能训练 是啊 那好吧 那以后 就可以考虑让他到集团 去抓一抓员工的体能了 你这是又给他安培一兼职啊 什么兼职啊 也可能是正职 专业抓体能的 你这平时是不是也锻炼啊 看你这身体素质不错呀 挺好 别弄了 我给你这 拎着 喂 那周总你都已经来了 你真不过来啊 我这忙着呢 没看见 箱子转 碰 我知道你忙着 我看着呢 那周总拿着望远镜盯着你呢 让你去集团管有工体能 你还不过来 那好啊 我谢谢他我 你别闹了 人来者不善啊 毕竟是集团领导 是不是 行了 我知道了 箱子转 碰 一 二 三 二 一 二 三 别看了 这样啊 饿不饿 你要不我去食堂吃点东西 吃啥 食堂 啥都有 走呗 来 一 二 三 四 五 二 二 谢谢大家